美高超音速武器试射失败 美媒 中国早就成功很多次了 综合美国媒体防务新闻 Fijuai网站报道 尽管目前细节仍然有限 但五角大楼已经证实 在阿阿斯加进行的远程高超音速武器试验失败了 当地时间周四 美金在阿阿斯加的科迪亚克 太平洋空间港综合基地 进行的一项高超音速技术试验中 因火箭助推气库障而导致测试失败 防务专家史蒂夫·特里布尔称 周四失败的试验是这款路 海军通用型导弹原型的首次测试 该导弹由一个两极助推器组成 在顶部配备一颗高超音速 助推滑翔飞行器 而本周早些时候 美军已向民用飞机和商船 发出外航行警告 称在科迪亚克如别海域 即将进行武器试验